广场中央出现一圈又一圈排队人潮 基隆市30号新增715例确诊个案 不过近日却传出 有民众纠团到筛检站做PCR 全是为了领保险金 对此基隆市找林永昌痛批 这心态很扭曲 我们最近的确有听到这样的讯息 大家不要用这种心态 在看待整个工卫的防疫的筛检 我觉得这样的心态不止不对 其实是真的很扭曲 全台医疗量能真的很吃紧 但夸张行径还不止这 有双北民众因为在外线市 排不到PCR水检 甚至开车到基隆做完PCR后 接着到庙口吃小吃 疫情的时间我觉得这样做不太适 基隆市人口达三十六万人 不过社区筛检在目前一天最高筛检四千人次 累积到三十号为止已经筛了近十万人次 换算下来 基隆市将近四分之一人口已经做过PCR快筛 筛检量快让医疗系统崩溃 虽然市府PCR筛检成本比较低 但是针对民众滥用快筛站 联永长强调将会管动式检讨 如果未来快筛事迹普遍化 支持民众快筛阳性后 才可以做PCR筛检 避免浪费医疗资源 三地新闻您中华市民企 罗佩与基隆桃源采访报道